首先很多謝大家來這裡出席 一眼看下去 超過一半都是我的同事 我剛才都跟他們說 我看到大家出席就有正面有負面 正面當然很多謝你們的廣場支持 負面呢 你們就是我夥記 我經常認譽 當然拼命拼命到 禮拜六都做到七、八點 現在下午兩點就已經出現了 很多人覺得中醫都是醫學體系 用來醫病的 其實這種想法是錯的 中醫的出現、中醫的發展 其實醫病是次要 用來養生防腦就是主要 中醫其實是一個養生醫學來的 中醫就要自味病 防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養生 看看怎樣 我們先先介紹中醫養生 講養生有很多方面的養生 飲食養生、運動養生、睡眠養生 現在我們今天重點看的就是四時養生 春夏秋冬養生 冠穿整個中醫學 如果你說四時就是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春天夏天要養陽氣 秋天冬天要養陰分 是什麼意思呢 春夏養陽就是養生養長 首先我講什麼叫陽氣 從中醫角度 經常都聽到這個陰陽陰陽 陽其實就是陽或者陽氣 中醫講的氣就是我們功能的外在表現 這個功能包括我們整體的功能 你看到我呢 醒醒目目生生 慢慢就動腳 這些要氣 另外呢 就是我們的內臟活動 我們的眼神好不好 我們想事快不快 我們的心臟 光血功能好不好 這些都是需要氣 需要氣 是 逢是這一類氣 如果這些氣就會產生一個溫度 我們身體很多荷爾蒙的配合 就令到我們產生有體溫 體溫就叫陽 溫度就是陽 靠著陽氣 簡單來說陽氣就是一個功能的表現 外在表現和外面的表現 而是我們看不到的 只能感受到 你不會看到那些氣的 不會看到那些陽的 但是你會感受到 這個人有神有氣 這個人呢 哇 陽氣好成 鬼都怕他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陽 那為什麼春夏要養陽呢 因為春天 夏天 春天就是由寒冷的天氣 過度去到熱的天氣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人體 中醫認為呢 就是人體和自然界配合的 自然界的萬物就開始生長了 樹木萌芽了 生化 那所有東西呢 那所有東西呢 就是有一種很澎湃 恩恩向榮的景象 而人體呢 正正也都要配合這個景象 去到春天呢 我們那個皮膚啊 毛孔就開始慢慢疏鬆 冬天潛床 因為我們身體 積起了那些 那些養份 那些物質呢 慢慢慢慢呢 就要散發出來 就令到我們呢 這個活動能力加強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春天 人體 配合自然界的特點 所以我們春天呢 就要配合自然界嘛 因為要澎湃嘛 要澎湃嘛 要成嘛 所以我們的陽氣呢 要提高它了 所以要養養 那這個就是 可以生化 可以長大的意思 去到夏天 就更加呢 長得澎湃了 秋冬養陰 中醫的陰 又是代表什麼呢 簡單來說 陰字呢 就代表我們身體的物質基礎 譬如我們的血 譬如我們呢 那些 血裏面所含有的營養物質 我們的肌肉 這些 完全是可以看到的 摸到的 這些物質基礎呢 簡單來說 就叫陰了 那當然啦 那通常 中醫有個陰 陰是 講一些 偏寒 偏凍 偏靜 那些 那些是另一個理解 在這裏呢 我們相對於陽陰 就是一些物質基礎 一個人呢 你要好有陽氣 好有 好有體力 好有表現 你的功能好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物質基礎 你又貧血的 你又營養不良的 你想 陽起上來都不行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呢 去到秋冬的時候 我們就 因為秋冬的氣候特質 就是 那些東西要收藏 我們配入自然界 不如自然界 那些 莊家的東西 就要收割了 那些穀物 你要將它儲藏 給你了 人是一樣的人 都是呢 養收養藏 所以大的原則 大家記住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這個貴穿了我們 整個中醫學 根據春夏秋冬四時養生 這是一個大原則來的 好了 在明朝有一個大醫學家 叫做張景樂 他講過 今人有春夏不能養陽者 每因風涼生冷相其陽 以至秋冬多患病節 至陰節為病也 張景樂就說 其實 應用現在更對 他說現在有些人 春夏都不懂得養陽 為什麼呢 因為探涼 探冷 含水冷 現在再去 現在我們更加 開冷氣 淺 breeze熱 外面33度 一進入他們的冷氣 21度 好像過冷浣 這些真的是風涼生冷 雙迪陽氣 秋冬多患涉病 因為陽或者陽氣 是有很多功能的活動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功能 因為陰陽互跟,大家互相配合 長起夠,你才可以攝住陰份 即是物質的基礎,特別是液體的物質 譬如說,有些人,很多小便的 經常都要去柯尿的 晚上更加,一晚就爬五、六、起床 就要睡覺,是吧? 其實這些人,我當中醫臨就見到很多不夠氣 中醫臨說氣能接瓶,你夠氣才可以拉住瓶子 往下流失的東西,有氣就提著它 中醫的氣在這裏的理解就是,那些氣是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那些器官、那些銀帶 那些結帝組織,它年紀元年就大了 或者某些原因病了,它會鬆的 它會鬆的,女性很容易出現子谷脫髓 有些人會跪下垂 這也是因為,拉著氣官的銀帶 即是那些突脹筋,鬆了它退化 多夜料的人也是,膀胱那些活躍肌那些 就鬆了,鬆了那裡閘,拉不住 那些水位,它又要滑出去 但是一補氣,很有趣 你試用那些北極蕩心那類補氣的東西 補補一下呢,少了 它就把那些橡筋銀牙,其實補氣的意義 然後其中一個東西就把他拉近 把那些橡筋鎖緊了它 那這個呢,就是 肚胎 肚胎又一樣了,舌病就是肚胎 肚胎就是我們說,皮虛神 你看中醫說你皮虛,皮虛 其中一個症狀就是肚蛇 皮甚麼虛呢?皮氣虛 皮虛的特質就是,腸裡面那些水 我們喝了那些水,或者喝湯那些水分 去到腸那裡,小腸吸收得不足夠 去到大腸也都不懂得吸收足夠的水分 這次腸裡面沒有很多水 然後呢,皮虛的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腸的壁膜分泌很多黏液,很多潤滑液 弄到腸滑液,所以就整天吐舌 我們說皮虛虛的人就吐舌 這就是因為皮虛屬於羊 你都搞傷了羊,去到冬天 物質積聚的時候,拉它不住了,捨出來 這些叫做陰脱,那些陰份就走人了 秋冬不能養陰者,每因忠欲過度,相子陰氣 以至春夏多患火症,以羊症之為病也 好了,然後到秋冬,不懂得養陰 不懂得保養陰症,或者儲存的物質 好了,中慾過度,總之經常出去wet 總之在冬天的時候,活動過度 不懂得修煉什麼呢? 好了,那就傷了陰份 我們陰陽是互相制虐的 陰少了,羊就會多了,羊多了是多火 盛了,就多火氣了 我記得去年的冬天,我就多了 所以現在弄了暗瘡出來 所謂火症是什麼呢? 就是很熱氣,生暗瘡是其中之一 人很煩躁,很猛,或是乳膏,這些都是火病 我們了解了,我們知道中醫其實就是 預防預養,我們防止自未病 病未來,我們在養生做些功夫 好了,你守住這些原則,就可以達到養生的效果 好了,我們進入正題秋季養生 秋季呢,中國在講的那些節氣 每一季三個月有六個節氣 每個節氣十五到十六天之間 秋處路秋寒相降,立秋處處白路秋昏 寒路都好像已經過了,就來相降了 凍了,開始凍了,這些是在講農業社會的 我們大家記住,三千多年,二三千年前 皇帝內經,這些都是皇帝內經定來的東西 那些都是屬於農業社會的背景來的 那秋的特點呢,大家知道 早前熱到死,現在慢慢開始做 已經有些涼意了,由早上二十六七度 現在早上跌到二十度,二十二度之間 慢慢慢慢就會再涼了 那這個時候,陽氣漸濕,陰氣漸漲 太陽都遲了出來,我最感覺到 因為我很早起床,我五點多起床 那我感受到春夏秋冬的變化 那早上我起床的時間,大約五點多鐘 如果春夏秋冬的時間已經乾了 在窗欠那裡已經感覺乾了 但現在還是黑漆漆 我醒了,我又不敢看中置 究竟現在是幾點呢? 我走在窗欠那裡看外面 怎知道還有星的 還有星的,糟糕了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三點,四點 永遠都忍不住,輕輕的 我蓋著中睡,輕輕點條 來看,都是五點多的 一千吃一千黑的 陰氣漸漸 我們人體的對應也是 身體跟自然界配合的 就開始陰消陽漸漸 慢慢地過渡了 我們在養生方面 無論我們的精神情治 喜居飲食運動 都是用一個字 因為秋,秋收冬藏 漸漸都要修煉 將我們身體的元氣收回來 將一些有用的物質基礎 所謂那個陰,陰晶就要藏起它 就等於秋冬養陰 很多謝大家講醉精會神聽 有一兩位朋友 還好,他們很醉精會神 閉上眼在那裡思考我講的東西 多謝大家 秋冬養生的理論根據 這個是皇帝內經 我們根據這裡的 秋三月 此謂容平,天氣已急,地氣已明 早餓早起,與雞俱興 此自安寧,已換秋刑 修煉神氣,使秋氣平,無愛忌之 此廢氣清,切秋氣之應養,修之道也 很古老的文字 三千多年前當然 中醫很多些四字真言 連累我們死死下 其實簡單來說 秋天養生應該有甚麼根據 這就是根據 此謂容平因為已經修割了大地 將那些修成的物質 裝起它 修割了和谷,裝起它 但這時候天氣已急,地氣已明 那些秋風起了,很厲害 那些風又厲害,有些消殺的感覺 那就是好像有種急急忙忙,急境殘烈 很快又天黑了,地氣已明 那樣樣都清清爽爽,草都已經黃了 有些東西割了 所以整個大地都清清明明很清爽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樣呢 早磨早起,早起,雨雞區 稍後我們會進一步更多 又要跟雞一起起身 咕咕咕咕咕,我們又要緊起身 有原因的 在情治方面我們當然要安靜平靜 以換秋型,因為秋急 急我們相對就要慢慢換一些 修煉神氣,以秋氣平 將我們外放了那種精神 即神氣的發放 慢慢將它修煉回來 慢慢和秋天的氣候慢慢平衡了它 無愛其知,意思廢棄清 我們的情緒那些不要掛念 去到秋天,古人就是這樣 不要想著,我還要搞這些要做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們主要都是要耕種 去到秋天就不再想這些 要去播種 現在引申來說 秋天我們有很多計劃 可能要修煉一下,想想先 指廢棄清晰,鐵秋棄之正 養收之道 即教你,每天都要修煉 去到秋天,每天都要定些 修煉下來 好,我們根據原則 我們分開幾個方面 來看看我們那個調養的方法 麥秋來應於廢 廢再致為憂 故卑憂而相廢 仇者氣閉失而不行 卑則氣消,憂相廢 這裡講秋天的情緒 秋天的情緒大家很容易 就想到一個字的仇字 秋天的心就是仇 很多時候很有趣 去到秋天,因為有種消失的感覺 很多人去秋天就想起富人 去秋天就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 其實從中醫角度 秋和廢是相應的 大家都是屬金 所以我們說廢金,廢金 金屬個金 冰冰的樣子 廢再致為憂,致就是情致 與廢相通的情緒就是憂 我們有幾種情緒的變化 露喜,悲憂之孔 露是相干,喜是相心 憂是相廢的 這裡憂是相廢的 剛才會解釋 悲憂,悲和憂都是同一個情緒 很不開心,很擔心,很愁 這些為甚麼會相廢呢 原來我們人體的正常呼吸 一呼一吸 我們受住植物神經系統的交感、副交感 這兩個神經系統的支配 交感、副交感跟我們的運動神經不同 我們運動神經系統,外在的中書神經系統 我們想提高手就提高手 我們想踢腳就踢腳,想說話就說話 但是植物神經系統 或者叫自主神經系統 是不受我們思想支配的 是負責我們內在的活動的 我們心肝肥肺神的活動 是它自己的 所以叫自主神經系統 好像植物神經系統好像不動 你想踢它也不動 但是裏面有兩個 一個叫膠感、一個是副交感 交感神經系統是興奮的 屬於興奮的 另外我們心跳快些 血壓高些 個人精神些 樣樣表現快些 這個就是交感神經系統的作用 另外副交感是抑制的、舒緩的 到我們晚上要睡覺 我們就應該要副交感神經系統為主導 心跳慢了 血壓就會降低少少 我們的肺的呼吸速度也都慢了 整體就是這樣看 但是呢 如果以一呼一吸 只是我們將它聚焦在 我們呼吸系統的肺部的活動 就是我們吸氣的時候 就交感神經系統主導 一興奮我們吸氣 接著呢 零點幾秒之後 我們就舒緩 我們的副交感神經系統主導 我們就呼氣 一呼一吸 就有一個這樣的 交感、副交感、一天 好幾十萬次這樣的平衡 令到我們 在呼吸那裡唱順 但是呢 如果我們有悲傷 有憂愁的情緒呢 很有趣 它就令到我們 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 是低了的 就是興奮少了 但是副交感神經系統呢 就加強了 加強了 產生什麼效果呢 就令到我們的呼吸道 勁亂 就是我們整個氣道呢 氣管 支氣管 小支氣管 都收縮了 收窄了些 還有呢 多了很多分泌物 這些分泌物 我們就叫做痰 在氣管那些 就多了些痰了 又收拆了 又有些痰頂著 於是整個呼吸就不相信 整個呼吸不相信 我們就說呢 這個就是 氣閉室而不行 所以 很多人呢 一憂愁的時候 一個很特別的 你就看到他呼大氣 唉 唉 整天都要 唉 是不是 一不開心 他就呼大氣 因為他的氣不夠 其實真的 裡面的氣不夠 因為他的悲憂呢 影響了他的呼吸 就是整個呼吸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說 悲即氣燒 一 就不夠氣了 因為 又沒有興趣說話 再久一點呢 休就相費了 被休 令到肺整個功能 就弱了 好 剛才我說過 早睡早起與雞俱興 那現在呢 早 我記得小時候 住在山區 就養雞的 那真是 一早就聽到雞題了 那現在沒有啦 連活雞都沒得吃 是不是 想聽就難了 其實為甚麼要早起身 是做甚麼呢 順應陽氣之修 又避免良氣侵襲 早餓是不是早起 夜晚刻呢 就是我們要在農業社會那裏 見夜刻要早些睡覺 因為太陽都下山了 陽氣已經收斂了 你不要再在這做事了 不要捱了 要不然你散走那些陽氣了 所以就要收 夜晚天理寒涼 大家也知道了 為甚麼要早起呢 夜晚早收了 那收得多了 就屈住了 所以就要早些起床 將它舒展回去 因為爭取一些 不要給那些陽氣 就收斂得太過 那是一種平衡來的 這個是養生之道 其實都很好 但我們現在 城市人的生活 都做不到這些 唯有自己去執生 好了 另外呢 在器具飲食方面 你具飲食方面 秋天我們還要有一件事 春不秋冬 春午就說 春天吐辣 好些暖 有些人趕快就換衣服 換了些春裝出來 其實春午就是說 春天呢 你不要急急地 把衣服脫掉 一方面信應 春天陽氣生發的需要 那些陽氣出來 散出來 不要擋住它 讓它真的可以散出來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都要預防疾病的保健原則 就是不要馬上進去 遇寒的衣物 這個很簡單 因為春天 春寒尿照 有時會冬 對不對 那你春天 我們毛孔疏鬆的 它真是自然的一個反應 就是毛孔被冬天 因為冬天冷 它會收縮 但春天它會鬆 鬆了 那些陽氣就會散 那你脫衣服 穿得很短的 那當然散得多 那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秋冬了 秋冬了 秋冬呢 又要有意識地 等身體動一動 噢 噢 燈 涼不涼 那為甚麼呢 為甚麼這樣做呢 好 好 正求答案 還有掌一本書 因為感覺到那些身體良意 感覺到那些身體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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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意要動一動 意思其實是 我先再說話 就是不要一到秋天現在 就馬上又大綿蠟 甚麼都這樣 掩著頸 又怕死那些兵 沒有人知道 這樣就撈出來 秋天不要那麼快 特意要動一動 是否給你準備冬天呢 你已經有個習慣 那個溫度 變差 所以要讓你學習動一動 沒有那麼快 有一點點是這個味道 但是呢 生理上的變化是怎樣適應呢 有兩點 看看有沒有人講中一點先 刺激身體 又是對 差點給你一本書 有兩點的 第一 很簡單 要練病 刺激身體 刺激身體的免疫系統 刺激身體免疫系統 就是說呢 以防 咦 病了 身體呢 讓他感受一下 其實再引伸下去 一個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 現在秋天來了 開始會動 我們呢 食物那些東西 身體很有趣 有一個自動 它自己一個適應 是怎樣適應呢 它會將部分的食物 轉變為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 你知道北極紅 冰天雪地 很多毛之外 它們的皮下脂肪很厚的 因為不怕凍 人體都是一樣的 其實 當然不會弄到你一串口 肥婆 它就會將部分的食物 轉變多了的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是保暖的 就是等你冬天冷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這麼冷了 但是如果你生氣到它暖暖 基本身體都不知道有冷這回事 它就不會做這個動作 它就不會說 你增厚皮下脂肪 你真的冷的時候 又沒有衣服穿的時候 真的是冷死了 所以春不秋冬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 穿衣服的養生之道 秋天呢 就特意等它冬一冬 不要整天冬 好了 還有秋天養陰 秋天醋氣當靈 秋季的煮氣 秋天就是一個醋字 大家都知道醋了 一骨風一起 立刻 口又乾、皮又乾、手腳都乾 皮膚就開始有癢了 一乾就癢了 刺激神經撲收 甚至有些人會爆炸 再嚴重一點就會爆炸 燥邪傷人 容易傷人 耗人遵液 我們就叫做燥性質乾 就是消耗了你身體分泌的物質 你的水分 所以就很乾的 什麼都乾 口乾、鼻乾、喉嚨乾、嘴唇乾、太便乾、太皮膚乾 其中有一種秋天很明顯 其中有一種 秋天很明顯覺得的 就是口唇乾 為何會口唇乾呢 除了醋 除了醋 把醋走進去 口唇乾先 沒有水 沒有水 水便乾 對 其實我們要稍微了解口唇的結構 口唇 好一點 我們外面是皮膚 裡面是黏膜 但是中間是肌肉 皮膚黏膜中間那些叫口輪肌 一輪車輪 一輪 口輪肌 是肌肉 外面皮膚有十四五層細胞 但裡面的黏膜只有四層細胞 很薄很多 而且很透明 而且這些黏膜上面 只有很少的色素細胞 即是我們鼻孔的黑色素細胞 鼻孔的那些 黑色色素 令我們鼻孔黃黃黑黑 口唇很少 所以我們口唇應該正常來說 是紅紅潤潤的 因為沒有那些黑色色素細胞沉下去 但你會看到有些人口唇很黑很暗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那些人 他先天性就多了很多黑色素細胞 沉下去 從小到大 但有些人是 不是的 為什麼呢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口唇的肌肉 那個微細血管是很豐富的 肌肉是全身最豐富的 所以應該經常都看到血色的 經常有些微細血管 但是有些人 血不夠又好 一血不夠 那些微細血管就收縮 收縮就白了 好像沒有血色那樣 有些人 那些微細血管 出現了一些 乳血阻滯 阻住了 血流得不好 流得不好 那麼 那些氧量就低 一攜氧量低 血就黑 就深色的了 青青黑黑 那你看下去 整個口唇呢 就乳黑的 除非呢 你好像我那個美女秘書 阿玟琳達那樣 那樣 很美的口唇 插完 就這樣看下去 就好看了 但是整體生理上呢 就是 要是呢 我們的口唇 就應該要紅紅釀進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 口唇的構造又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 它很少 汗腺 很少 皮脂腺 我們皮膚就有很多汗腺 很多皮脂腺 汗腺皮脂腺 就分泌一些 一些潤滑的液體 或者一些液體性的東西 就令到我們會乾 但是呢 如果 到秋天 我們有少汗腺 少少支腺分泌 口唇當然不會潤 口唇怎麼能夠令到潤呢 只能夠整天伸條去領它 整天伸條去領它 整天伸條去領它 淋些水給它 這樣解 所以呢 去到秋天呢 外面又乾 所以整天就會乾 因此呢 方法就是 第一 就塗一些潤膚的 保濕的東西 水潤唇膏 是不是 第二呢 就是 就 升一些 那些 滋潤的東西 沙心肉粥白盒 那些 特別我們說 有些 升瓶的東西 會升它上來的 沙心 這些 這些就有這樣的作用了 另外還有一個 那個情況就是我們晚上睡覺 很多人呢 睡到半夜就乾得不得了 喉嚨乾得差不多 都不少人來講 這個呢 就是另一個原因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晚上自己是默大口睡覺的 那 很符的 你說 他說 喝多點水 又要爬在洗手 都是很難的 我教大家一個 很簡單的方法 這方法 我試了幾年 真是好 我看書學回來的 晚上 拿一個小盒子 拿些杯 裝些水 最好闊的盒 最好闊的盒 裝些少許水 夠了 放在你床頭 放在你 找個小櫃子也好 找床頭 總之不會掉 不要掉 不要淋醒你那些 那你 然後呢 這樣睡覺 我現在慢慢都是這樣做的 之後都要倒了它 最主要就是 你無論開冷氣好 無論是你不開冷氣 有秋天吹風天好 你慢慢慢慢 因為在你旁邊有兜水 水會揮發 會蒸發 它令到你 你睡覺負行 那個濕度 相對濕度 是比起大氣力高些 變成了 它減慢了你那個 抹開口的水分 蒸發的過程 可以的 我現在 以前呢 慢慢起心 當然要喝大口水 現在不用了 加上我不用起床 好 不用起床 有個方法 我教你 好 秋天養陰 現在 這裡是講什麼 講大氣相通 對 講個肺 講我們秋天 還有很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咳 肺醋 我們叫做醋咳 那肺 因為跟隔氣相通 外面乾 我們的肺 就是喜歡濕的 肺是喜歡濕 不喜歡乾的 一旦乾 就出現一件事 喉嚨痕 整個喉嚨痕 甚至有些刺激症 好像刺你 我這樣刺 我是最有感受的 因為我 我長年來也都刺 在這幾年後 慢慢慢慢 用了中醫調理的方法 就刺少很多了 我刺了幾十年了 很多時候這種咳 痰又少 又乾 有時咳到 直接嗑到喉嚨又痛 大血絲 這些我們叫做醋咳 西醫就說 敏感咳 你氣管敏感 另外還有一種咳 就說 post nasal drip 鼻水倒流 一瞬間 一瞬底 就咳咳 你差不去死 因為 因為 躺在煙喉頂的鼻涕等 那些東西 一瞬底的角度 就不同了 一瞬下去 一瞬下去 就好像跟你拗癢 睡了一下 就咳一瞳 到睡到半夜 又咳咳咳到那時候 他有時候 第二次 你睡著 咳醒你 很多人都有這些經驗 乾還有 大腸有乾 大便又硬 總之什麼都乾 我們叫做醋 其實去到秋天 醋有兩類 從中醫的角度 第一種 就叫做溫醋 第二種叫做涼醋 溫醋 就是初秋時候 雕陽自火很熱 還是很熱 你那時候 涉一涉 或者 即是有 類似雙風 但這種雙風有一個特點 就帶來個乾 我們叫這些做溫醋 即是 人都還是輕輕的 那種感受 好像一些熱氣的感冒一樣 那就叫溫醋 稍後我們再進一步說 到深秋現在開始 天氣涼了 你這個時候涉一涉 你便開始覺得冷多些 冷多些 經常濕濕縮縮 但又乾 突點又乾 我們叫做涼草 有溫醋 有溫醋和涼醋 我們說一下溫醋 溫醋 大家覺得 你口乾 鼻乾 乾咳 頭部整天癌痕 痰涼不出 這些 我們有一條名方叫做 喪行湯 就是裡面有這堆藥草 當然 我們要看醫生 中醫師才開到這些給你 但是平時你自己可以 你自己可以 裡面執拾幾樣東西 喪液 喪液解一些熱性感冒 你拿得 比如說五前的喪液 不幸 不幸是降氣的 化痰降氣的 將你的氣管 那個靜緣鬆回它 所以 用三前的不幸 北沙心 北沙心 北沙心有南北之分 北沙心 就補氣 滋潤為主 另一種叫南沙心 就是化痰為主 但是你要抽些滋潤 就用這個北沙心 雪梨 雪梨 雪梨皮 不是雪梨 這個時候吃雪梨是很好的 因為雪梨很滋潤 有少許微涼性 而這些所謂溫草 偏溫的東西就對 雪梨 我們要懂得用 是用它的皮 原來雪梨那個弱性 雪梨有弱性 有個弱性就是 滋潤黏 我們氣管的黏膜 刺激的分泌 令到我們肩膀潤 但這個弱性 就在雪梨的皮肉之間 就是雪梨的皮肉 如果你把雪梨洗淨 切兩塊 扔下去 沒有用 因為它是一條線 你想想皮肉之間 一條線 那些藥滲不出來 但你要批掉它 批薄 就把那些皮 不要扔掉它 扔回去 那些藥材一起熬 雪梨肉可以用的 可以切片 切粒 放下去 芯我們當然就不要了 但如果你很多痰的時候 就連肉都不要的 但現在秋草 秋草 就不會很多痰 所以我們建議 如果你遇到那種情況 秋天 輕輕地 我們用一些桑葉不幸 用一些雪梨 雪梨皮 雪梨 我們烹口蜗 蜘蛛肉也可以 少許冰糖 烹口糖水 喝也可以 這個很好 有潤肺子咳 特別是喉嚨 常常痒著那些 那些糧粗 就是多數怕冷多些 又是鞏乾 有鼻塞 這些痰是少許稀稀水 這個糧的 另一條 它叫行酥散 這次用桑葉 他們用桑葉 桑葉是糧的 所以清熱的 桑葉是熱的 所以驅寒的 不幸灌下 復寧骨被潛戶 這堆東西 又是可以 可以很多咳 這條 和我納下 吳小漢馬公奴 逢是喉嚨痕 一告訴我喉嚨痕 敏感咳 細耳說它敏感咳 幾乎 我這條方加加減盤 就醫好很多人 好了 如果你在家裡 不著用那麼多藥材 我建議你有幾樣 蘇葉 三田的蘇葉 不幸是實用 因為它化痰 宋慈氣管 復寧 復寧是止咳的 但如果你經常便秘 柯大便不妥 你不要用復寧 咳皮就是陳皮 陳皮有些是揮發油 它會刺激你的 咳喉黏膜 痰出來 容易咳出來 甘草 生薑大棗 這些都可以用 蘇葉 不幸 割三千 陳皮一割就可以了 前嶺兩千 其他紫咳的東西 最好加藥是甚麼呢 琵琶葉 五千琵琶葉 琵琶葉不幸 有些如果你真的 一些痰多的和味 你加些穿背 又是加雪梨 雪梨皮 這些意思 加上去 有些陳皮涼一點 喉嚨很癢 乾的那些 也是對的 好了 到飲食方面 總的原則 就是說 醋 當然要潤醋 我們要保住陽氣 所以要保氣的益氣 煙皮清肺 讓肺 不要被痰的東西阻住 清潤甘酸為大法 主要是這樣 理論基礎是甚麼呢 我們說 小新增酸 新味的東西 新辣的東西 我們就少吃了 甚麼新辣 薑 蔥 蒜 辣椒 到秋天吃少些 很容易咳嗽 很容易咳嗽 會咳嗽 我們剛才說過 肺在秋天就是熟金 辛辣的味 而我們的肝 就熟木 酸味 我們說要增酸 為甚麼要這樣呢 形象化我們 中醫的五行 金 金屬 好像把鋸一樣 乾一棵樹 把鋸就可以鋸了些木 即是金刻木 即肺就會刻住肺 如果你再肺 肺就是 新味的東西 就適合它 你慢慢吃新味 就加強了肺氣 越加強肺氣 你就越刻住肝 令肝就不疊了 肝屈屈屈屈 之類如果你有肝炎 有那些問題 肝的問題 脂肪肝就更差 所以呢 我們肝酸入肝 所以我們有些酸味的東西 就凳起肝 補肝 本來新能性酸 肺炎本來已經原本已經刻脫它 你再加強它當然不行了 所以我們呢 就要肯定一些新味 吃少一些新辣的東西 薑酥 那些小辣 吃多一些酸味的東西 酸味的東西 酸味的東西 這樣呢 你平衡它 讓它不要影響我們的肝皮功能 哪些是酸味的東西呢 很多生果 甘呀橙呀 阿里呀 棋子果呀 山楂呀 這些都是酸味的東西 所以 秋天吃那些東西是對的 吃的里是最好的 有酸味 這個就是我們秋天飲食的那個調養原則 另外就是黃帝內經說造成一缸 要預防秋燥用一些滋陰的東西 滋陰潤 滋潤 滋潤的那些是船沙深雪耳脈 這些就滋潤 又講過了 廢主秋 秋肉 廢肉收 急食酸以收之 用酸補之 那我們 那些廢氣不要讓它散 我們逢是咳 咳呢 就叫肺 中醫說 什麼叫咳呢 咳就是肺氣常形 那些肺散呢 咳的聲音散呢 就很難保 我們呢 要把它收回 所以 我們就 吃些酸味的東西 和酸的東西 就會收 譬如說山渣 五味子 烏梅 酸餅 那些 很多時候 我醫病人也是 咳了一兩輪了 那現在 吃了一兩輪 還有少少 那些痰不忘了 但是整天喉嚨咳咳 一用這些 五味子這一落 兩東西就即是沒有了 好像 畜一聲就收了 這些 毛花果雪 這些都可以 另外呢 當然是補一下廢氣 五指無塗 港心西洋心 特別五指無塗 我又講一講 五指無塗 是一個很好的藥 是南方的藥 都是醫 二三十年出現的藥 即是 有叫藍旗 我們旗呢 有北旗 有藍旗 北旗呢 很補氣的 但是很吵的 五指無塗 是藍旗 藍旗補氣 而不吵 不過藍旗呢 就要大量才行 起碼一兩二兩 藍旗有很多好處 特別是咳 咳 咳久了 咳到好像沒有氣 吃五指無塗 就很快收到咳 用來煲湯就可以了 五指無塗還有好特點呢 就是它呢 在這麼多中藥裡面 煲湯最好喝的 特別是和肉類 因為有研究發現 五指無塗 它和肉類一起煲湯的時候呢 它可以把肉類水解到最後的物質 所以湯很甜的 還有它有一些牛奶 好像椰子般的味道 有香的 五指無塗還有一件事呢 就輸筋活絡 如果你整天周身骨痛的 你關節痛的 五指無塗又對 又現在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 抗癌的 五指無塗 一個很好的抗腫瘤藥 所以每個星期的伙計 都煲兩三次給我的 那你叫五指無塗 你擋心 這些都是好氣 那你記得 那些寸貝都是 適宜抽獻飲的東西 好了 飲食條養 我們介紹一些湯水 現在看到 沙心肉粥老鴨 這些滋潤的東西 那我不多說了 都是一些湯水 羅漢果菜乾蠟 很多人都識煲的了 提一提羅漢果 羅漢果是偏糧的 我們用羅漢果 是叫少的 四分一個 羅漢果都適合糖尿病人用的 因為羅漢果有一個很特的成分 叫甜素 這個甜素 比起我們的葡萄糖 是甜二百個以上的 所以羅漢果也有很多的果糖 本來對糖尿病人是不對的 但因為它可以用很少量 它用少量 它下了湯裡面的量 不多 而它的甜素 就令到整鍋湯都甜 所以浪漢果就很對 其他都是煲湯的東西 還有一個介紹給大家 這個相當很簡單 墨冬 一粒一粒的墨冬 大家也知道 給一片甘草 少少墨糖 這個最適合現在的時候 因為很簡單 拿水焗就可以了 十粒八粒墨冬 拿水滾水洗一洗 這樣就焗 加一片甘草 甘草是利煙候的消毒 所以整天有少少喉嚨乾乾爛爛 整天好像有叮叮不舒服 墨冬也是 墨冬是滋潤的 生春和安神的 睡得不好 晚上喝杯這些東西 跑來睡 墨糖 墨糖滋潤大家也知道 而且墨糖有一個好處 那些人有便秘 很多人喝蜜糖就搞定了 那些蜜糖 特別老人家 經常搶乾 那些便秘就喝蜜糖 這個就 值得介紹給大家 新津美燃營口的 好 我們轉去廣東季了 有沒有時間 過了時間 好 我們開始講回東季 東季又有六個 東雪雪東小大寒 未開始了 東小雪大雪東 今次大家都知道了 跟著小寒大寒 又一年了 冷 陽氣最弱 全部都不動 自然界 全部都不動 全部都不動 全部都不生子 人體一樣 現在處於一個 我們的新陳代 最慢的一年當中 終於說成形 勝於化氣 甚麼叫成形呢 其實就是 形就需要有物質 有物質基礎 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 身體 就應該 讓它有物質的基礎炎物質 令到我們的骨 生長好些 令到我們的肌肉結實些 勝於化氣 就不會用這些物質 走去變成能量 消耗了它 做很多活動 這個就是中醫指導來的 兩生的原則 就是著眼 一個床字 甚麼都要收藏 我們說萬物收藏 神氣水黃 剛才肺 秋天就是肺 冬天就是神 肺通金 神就通水 神水 神水 這個時候 冬天就神氣水黃 水是寒的 熟陰的 冬天又凍 所以我們就要避寒就暖 點陰會陽 你調和陰陽 主要目的就是增強體質 防病於未然 又有一些四字真言 冬三月 此謂閉床 水冰地賊 無妖扶陽 早臥晚起 別待日光 使著若復若匿 若有思義 若己有得 去寒就溫 無洩皮膚 使氣極裂 此冬氣之營 養床之道也 冬天那三個月 甚麼都要收起來 這個時候 冬天雪地 地下都乾到熱狂 我們就不要擾動我們的陽氣 應該夜晚夜睡 這個就不是早睡早起 早餓 早點睡 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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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晚起 必待日光 因為早起床都沒用 太陽還沒出來 站了身 等太陽出來 使智若復若匿 若有思義 若己有得 這個是講我們的情緒的 我們的情緒 要收收賣賣 就好像 我們有些 私人秘密 不想告訴人 總之情緒 要收藏的 若己有得 好像 你得到一些東西 或者 幸好 撿到錢 甚麼都好 但要靜悄悄悄 自己躲上去笑 不要告訴人 這些 冬天的情緒 就要這樣 要收收賣賣 當然 去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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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避開它 要暖 冬天的皮膚 使氣極熱 即是說 你不要做一些活動 令到你的皮膚 呼咒你疏鬆 你一聲出汗 那你就損傷 好損傷你的氣 我們這個就是 冬天所講的 養狀之道 在精神方面 剛剛講過 就是說 每樣東西都要 比較 含蓄些 含蓄些 收賣些 主要 甚麼都收賣了之後 有你 可以 出天來的時候 就產生多些的陽氣 在氣居方面 早餓晚起 必待日光 早些睡 養陽氣 保持身體溫度 遲些起床 等日休息出來 可以避寒就溫 這個都是養生之道 好 另外 冬天 一個寒天 寒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寒為陰邪 是異傷陽氣 就是 寒冷 寒的東西 就損傷我們的陽氣 很多時候 就是 首先 我們很容易感受寒邪 冬天很容易感冒 寒性感冒 就是這樣 會令到我們 抵抗力低 例如感冒菌入腸胃 當然我們肚痛 吐 那些 平時 入了皮膚 我們又會 令到我們有感冒 令到我們 如果 寒氣多了 我們 上朝 心肺陽虛 就會出現 空悶 空痛 咳嗽 這個 上朝就是我們 上身 空暴的地方 我們心肺都在這裏 我會再解釋一下 好 那很多人 就是 去到 冬天寒的時候 就出現心狗痛 這些 或者那些 肺心病那些 就有些問題 中朝就肚了 中陽不足 皮羊虛了 那就是肚脹 大便散 剛才我解釋過 那些皮虛的人 那些腎虛 如果下朝 下朝是個腎 腎虛那些人 經常就是 凍傷的時候 很容易 腰痛失痛 男子羊虛 女子公冷不孕 五間食 即是林天桿 又有肚窩 這些都說 一層層 我們狀虛受到寒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 一些這樣的問題 那 這個 就說我們 就是 寒為陰邪 而雙陽氣 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也是 寒為陰邪 而雙陽氣 有一個講法 現在 就說 豬病皆從寒中內 現代的中醫 這幾十年 就提倡一個學說 重點是一個寒字 就說 甚麼都是寒 那裡來的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日本 就是叫做病從寒中內 做了很大量研究 發現現代人 原來我們的體溫 比起五十年前 人的平均體溫 是低了一度 體溫低了一度 的話 它的免疫力 就下降了 成三十個巴仙以上 這個有很多人症 現在中醫有一個學說 我們甚麼病都是陽虛 產生 而其中一種病是癌症 癌症都是因為陽氣不夠而產生 那裡的理論就是 當你身體某一部分的陽氣不夠 那裡的陽氣不夠 有少數細胞 就開始慢慢慢慢 就不受控制了 一路一路就生長結聚 一陽氣不夠 那些不好的東西就容易結聚 結聚了就會令到它慢慢慢慢生長 所以這一派叫扶陽派 現在有一派醫生 醫癌癌症用一些很溫熱的 那些腹子烏頭、肉桂 很大量的 香港不准用 我們香港藥店 最多腹子用到十五克綁住 那些一用用二百克 二百五十克 很厲害 但是治得好好的 所以那一類的癌症 因爲陽氣不夠 而產生的就是用這些扶陽的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 香港很多人在用的醫癌方法 我朝朝去動靜衛公園運動就見到 很多有癌症的人士 就做一種氣功 這個角林氣功叫吸吸呼 但是吸吸呼呢 左擺右擺 吸兩下就呼一一下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條件 就一定是在太陽那裏做 在太陽那裏做 因爲呢 你太陽吸收陽氣 吸收陽氣就是一個醫癌的方法 所以現在建議 有癌的人一定要在戶外做運動 那陽氣方法有很多 吃補陽的東西也可以 但是吸收陽光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我舉一個例 舉一個維生素D的例 我們現在知道人體的維生素D 不單止是維他命那麼簡單 亦是一個荷爾蒙的 可以對抗很多病 包括癌症 但是很多人呢 維生素D是不夠的 我剛才才研究 連我自己都是緊緊碰住合格的了解 維生素D呢 有先天因素後天因素 譬如我已經是做很多運動 曬很多太陽 都是不是很多 而我們維生素D呢 就是怎樣呢 我們經過皮膚 將我們身體的維生素D 就是變成一個中間物質 這個中間物質就處在我們的肝臟 經過酵素的作用 當我們需要的時候呢 它會送去腎臟 腎臟又有另一個酵素 變成一個活化的維他命D3 這個呢就可以幫到我們了 幫我們呢 吸收多些的鈣質 讓我們不要覺得疏鬆 令到我們的肌生免疫系統 提升了體力 提升了 然後呢 令我們不要出現這些 糖尿病 那些免疫系統病 另外呢 就防癌 有幾種癌 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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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癌 這堆症實呢 跟維他命D不夠有關 那維他命D 最重要 我們曬太陽 一個星期呢 你只要曬 過兩兩小時的太陽 你就已經有足夠的維他命D 可以保護你的了 那當然不夠 你可以吃補充劑的 比如說 吃下冬菇啦 吃下蛋黃啦 那這些 或者呢 深海魚啦 那都有些維他命D的補充 我應該沒有問題 我應該沒有問題 我以為你一定要救我們 好了 韓星營製 那這個呢 就說 一凍呢 那些東西就 就是 收下收下 就是慢了 瓊了 那我們知道了 中醫很厲害 就好 我們那些氣血 都是在血脈裡面流動的 要有陽氣 夠暖呢 它才流動得好 就好似你一碗豬油 如果你夠暖的時候 是液體狀的 但一凍它就開始瓊了 一瓊就流得不好 那這個呢 就是這樣 而中醫又認為 如果那些東西凝結了 就是 你不通 不通就會痛的了 如果那些血脈之外 就組織供血減少 血脈之內 就不通 令到周身通 那這個又怎麼來的呢 其實 在生理學上 我們就發現 你的血液 就是慢慢慢慢 形濟了 如果這個情況越來越嚴重的話 你身體那些氧化碳 你那些廢物 病理產物 就積聚在那裡 一大就得慢 好了 當這些病理產物積聚在那裡的時候 就會導致我們身體 我們本來需要 就是 將那些葡萄糖燒了它 將它燃燒了它 而產生能量 有足夠氧氣的時候 我們就通過 葡萄糖 就會通過一個 有氧的烤解 這個產生能量是很正常的 最有效的 亦都不會產生一些 有害的廢物 但是你氧氣不夠 就塞住了 血液不流通 所以你會通過另一個途徑 多了 就叫做 沒有氧烤解 即是不用氧氣 它都會燒些葡萄糖 但是這樣燒些葡萄糖 產生能量 就會產生一個產物 這些產物 英文叫做 Lactic Exit 即是乳酸 乳酸的積聚 就糟了 乳酸積聚就會刺激你 頭痛 肌肉痛 關節痛 就等於一個人很久不做運動 他突然間做一次運動 翌日就散了 周身 因為那些乳酸積聚得太多 這個就是中醫 不通不通 不通則痛 一個實質 很有道理 還有一個特點 冬天的寒有一個特點 這個特點就是寒性收隱 剛才令到東西流得不好 滯下滯下 現在就令到血脈 肌肉收縮 我們就寒性收隱 令到肌肉群裡經絡脈出現 很多時候我們冬季時見到 就是 不多說我講 很多時候特別 冬天出現很多那些 觀心病啊 心肺病那些個案 是嚴重些的 或者老人家 特別天氣一凍突然間凍 就很多這些個案出現的了 其實就是怎樣呢 就是當我們寒冷天氣一到的時候 身體又講回了 我們那個膠感神經系統 它就處於一個 比較緊張些 興奮些的狀態 這個時候就刺激我們身體 產生一些生化物質 這些生化物質 就譬如說 英文叫Catecholomy 那些疑茶粉案的腎上線 它夾腎上線素 令到我們整身緊張的物質 就出來了 這些物質一出來 它就會令到我們的血管收縮 令到我們的毛細血管 小血管 靜亂收縮 糟了 這些人 觀心病 肺心病 平時 他的血管都已經失下失下 有些膽固醇 或者硬了 現在連那些小血管 小動物都收縮了 收縮了 他的血量就更差 所以就會加重了 觀心病 那些人的情況 很容易出現心搞痛 還有 當我們全身那些 骯髒的血 收集了 運行員的血 就會泵進我們的右心房 在右心室 在右心室那裏 就有一條肺動物 就駁去肺那裏 就將這些髒血 就泵進我們的肺那裏 去緩血 那裏 當這些兒巢墳鞍 那些生化物質出來了 亦都會令到肺部的小動物 凝亂 令到它換氣的過程 影響了跟新鮮空氣交換的過程 即換氣少了 再加上一個重要的 早前生晚有個女生死了 就是肺動物高壓 其實在這些情況之下 那個病人都會出現肺動物高壓的情況 即是肺那裏的血流得不好 就產生一個大一點壓力 這個壓力頂著頭 就令到那個心房就覺得 咦 血又頂著頭要大力點 要大力點 越來越大力 終於怎樣 心就大了 好多人照肺就發覺 心大了 都是這個原因 好了 謝謝 這個就是 如果你有觀心病 有肺心病 本身已經肺纖維化 或者肺氣腫 或者肺管擴張等等 就糟糕了 一遇到這些寒冷天氣 就實死感應激了 好 冬天 冬天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秋冬養陰 暴妖附陽 又是 生冷當然不要激 但是燥熱都不行 因為我們要儲存物質基礎 所以我們一定要營養豐富一點的東西 神主冬 神欲堅 急食苦以堅之 用苦補之 行赦之 是甚麼意思呢 冬天 神應於冬天 我們希望在冬天 就堅強了個神 要吃些苦味的東西 因為苦是甚麼呢 苦入心 心熟火 神在冬天怕冷的 我們如果深火 深有火 深火是甚麼呢 深火就是一些 一些令到我們提升我們體溫的一些荷爾蒙 譬如 甲醬腺素 譬如 神上腺素 這一類的荷爾蒙 或者升糖 高血 高血糖素等等 這些 都會令到我們身體的能量 令到身體的熱量增加 這個 所以我們 令到神 沒那麼冷了 堅強一點了 苦 保之 堅之保之 那哪些東西是苦的呢 比如說我們冬天 哪些 特別哪些食物會是苦的呢 苦瓜 苦瓜應該是夏天吃的 苦瓜 苦瓜是夏天 肝類 豬肝 羊肝 都是苦的 那些大陶菜 三骨那些 那些大陶菜 都是苦的 蟲菜、陶菜 那些苦的 還有一件很普遍的 都是苦的 就是茶 喝的茶 還有醋 還有醋 這些都是苦味的 所以我們在冬天 吃蟑螂 太蟑螂 好吃什麼都不點醋 當然不點醋 當然不點醋 一來 那些味道 二來 古老人的智慧 驅寒 牽神 所以 我不點醋的 我老婆很笨的 經常吃這些 不點醋的 好 好 我等她的智慧 就好了 回去不要學是非 有個人認識我老婆 我剛才忘記了 好 鹹是 鹹 什麼意思呢 這裡又說 因為鹹 就是六塊蟲 通常 是鹹 還有蟲的東西 就會有水跟著 一個蟲 一個水跟著 哪裏有蟲 哪裏有水 所以 如果我們那些 血壓高的人 一定要戒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吃多了鹽 在血管裏面 就拉了很多水分子 進去血管 就令血管更脹 血壓就更高了 所以我們就說 中醫很厲害 用鹹隻 即是說 如果你在冬天的時候 你已經出很少汗 你整天要小便 當然要多了 你一定盡量吃少些 利用吃少些鹽 來射走身體這個壓力 這個意思 我們月翼的水分少了 神夢 就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這個就是冬天所吃的東西 有些啟發 那藥材方面 剛才我講了食物 藥材有些 哪些是適合吃的呢 冬天 何手烏 就是 呂精子 一粒 黑食那些 不過苦的 何手烏都可以煲一下湯 另一個就叫村斷 這是一個補腎藥 腰酸補痛那些很適合 村斷 很多時候可以當巴基道蟲村斷 一起煲一下湯 另外還有一個 它叫刺五家 刺五家 以前人們以為它是西伯利亞人心 其實類似西伯利亞人心 但是漂亮的西伯利亞人心 其實都是人心類的東西 但是有點刺的 但是有點刺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藥 它可以煲湯的可以擋心那些 但它擋心那些只是補氣 北極擋心那些全部都是補氣 但這一個它可以補腎 健皮補腎 還有一樣 刺五家是很安慎的 如果你睡得不好 你吃刺五家 要睡覺會好些的 還有刺五家 又是舒筋活絡的 你周身骨痛 吃刺五家也是好 唯一不好刺五家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因為健皮 健皮就會把腸的水抽走了 讓腸沒那麼多水 所以你便秘的人 刺五家就沒那麼好 但你可以加上一些白盒 用來煲湯是很好的 雖然有丁丁虎劫的味 但有些深的味道 你加上少少龍眼肉 有些白盒 用來煲蜜棗手肉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現在添加也是一個很抗牙 很有用的一個中藥來的 越賣越貴的了 越賣越貴的了 好了 到去飲食 冬天當然是進補 秋冬起三蛇肥 我們知道蛇、羊肉、糯米 蛇是寒還是溫的 大家知不知 除了水蛇 其他蛇都是溫的 除了水蛇是涼的 冬天通常都是吃些溫 羊肉溫、糯米溫 這些都是冬天適合的 好了 湯水提供給大家參考 胡椒合圖 合圖是補腎 胡椒驅寒 這些 我們補一下豬肚 都好的 第二 梅香 花椒八角 梅子羊肉 羊腩煲 用來煲羊肉 女性還可以加些當歸 當歸羊腩煲 中醫裏有個很出名的地方 醫血虛的 不夠氣 不夠氣 最後一個 剛才說的父子 紅心 這些 真是要很虛弱那些 很怕冷 很怕冷 又很不夠氣 那些人就煲這些 父子有毒的 所以要起碼煲它一個小時 這樣就不時了 加上金屬可以製造的毒性 紅心 紅心就是那些生曬心 紅心很保氣 然後我們高粥 這個就是 富陽山寒 很喜歡的人 那些年紀大了 七八十歲 壓動得很緊要 又沒有氣 這個很對 好了 講完 多謝 好 大家請問有什麼問題 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請教一下崔博士 不要緊要 一會兒我們有簽書的環節 可以到時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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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get 神經病 神經病 那些生熟就很好 但是就不可以多吃 祭過的熟 理論上 天天吃都不怕 不過最近 也有些國內有些研究 說 為何熟悟 可能問 由肝酵數 Schwung 對肝酵 但這是完全未華為精神 因為 因為 果然有些理解 希望 酵癟 可以降 可以抗膽固醇,可以抗血壓,又可以抗衰老,所以不怕吃 通常我們建議最多吃午前,例如生頭髮, 何手烏有用,阿焦當然沒甚麼吃,手烏了 我想問,如果女性,假設十多歲,甚至中年,手動腳動其實是因為血管分布問題和血管問題呢? 這是很普遍的問題,女士特別,有些男士都會,但多數女士多,我們說四至五層,手爪以下,膝頭以下,很冷的 冷到,特別是冬天,睡覺時,穿多少對襪都沒用,這是甚麼情況呢? 這是一個很特別,女性最容易發生的,我們說是一種乾屈的現象, 甚麼叫乾屈呢?原來我們身體的肝臟是有一個調節血量的生理作用的, 肝臟又是說膠感、褲膠感,膠感神經興奮,它就收縮,褲膠感興奮,它就舒張, 在一秒之內都可能有幾次收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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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不是我們控制到的, 當肝臟一收縮的時候,它就可以控制到我們身體二十到三十到的血量, 即是把血擠出來,當它舒張的時候,有些血又流進去, 所以肝臟的血流很豐富的。 好了,但是發覺,中醫認為肝臟和情緒很有關係的, 當一個人很激動,很生氣的時候,特別那些趙州路漢, 一生氣起來,肝臟就大力收縮,這個收縮就將很多血擠出來, 一部份的血就向上流,所以你見到那些人生氣的時候, 是怎樣呢?紅都面曬,整個張曬,紅了,眼也紅, 甚至如果血壓會升高,這個我們就叫肝疏舌度, 即是擠得太多血出來。 反過來,如果有些人,特別是女士, 女士因為,第一,有賀爾蒙的因素, 第二,女士對於情緒的刺激,那個反應是比較敏感一點的。 那老公回來,本來叫她那天, 剛剛好急進廁所,沒有叫她,她就生氣了, 所以很容易這樣,就是敏感的。 這樣導致什麼呢?導致到她情緒不舒暢, 情緒不舒暢就影響什麼呢? 影響到那個附加感神經系統的主導性又強了, 通常這些情緒變化,生氣好、不開心好,人之常情,實有的。 但是,在兩個條件之下,第一,如果這個刺激是很強的, 你生氣得很緊要,又或者這個情緒變化是持續很久的, 天天都是這樣的,越來越小器的, 變成燒了你一個人體正常生理所能負荷的那個行動之後, 它就出現了breakdown,即是突然間它就會破壞了這種功率平衡。 那引起什麼呢?特別那些不開心的那些, 你整個肝就開始舒緩了,收縮的力少了, 那麼擠不回它應該擠出來的血量, 譬如說,這個肝臟它一擠就由30%變成25%, 現在一擠就變成28%, 就多了3%的血量混在肝上, 中醫就叫這種狀態呢,叫肝屈, 那肝屈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因為你的肝拿多了3%的血, 那些血在哪裡來呢? 那些血在心那裏拿0.5%, 在腦那裏拿0.5%在腎那裏, 即是在附近那些器官, 進去肝那裏, 於是心的回流量就少了, 腦的供血量就少了, 特別是腦供血少了, 人就低低的, 沒什麼興趣, 那樣東西就不動了, 那這個時候, 人體就很聰明, 它就會覺得, 咦? 我們的內臟不能長期被它處在這樣的狀態, 那我想什麼辦法呢? 它會覺得, 手腳就不會有內臟那麼重要的, 於是就給了一個指示, 因為那些指令, 就令到手腳的微循環收縮了, 比正常的收縮多些, 目的就是怎樣? 迫回多些血, 混在身裏面, 那些血就由手腳倒流多了, 因為那些微循環收縮, 不會吵那麼多血, 就入回它的心, 入回腦, 肝仍然霸了, 霸多了3%的, 但其他那些就由手腳補充它, 我們手腳微循環收縮, 那我們的血流運去到, 那些溫度才會去到, 那你收縮了微循環, 那就少了溫度, 少了溫度便凍了, 所以這類事就是這樣, 手動腳動的了, 身體暖的, 裡面暖的, 但是就是手動腳動, 終於有一種很好的醫法, 就叫疏肝啟屈, 就被動地用一些藥, 一些方藥, 就令到加強肝臓的收縮, 撕回血出來, 等手腳的微循環開放, 我們有一條方, 叫柴胡疏肝散, 柴灼之金, 柴胡疏肝散, 白灼之金草, 柴灼之金草, 柴灼之金, 它引起那個情況, 此是陽屈成血液, 因為陽氣屈在身體, 令到血液手腳動, 疏肝鯉皮效至生, 疏肝歹屈, 那些疏肝散, 就變回了, 那你說, 它情緒的問題, 唯有靠時間, 去自己去解決, 是吧? 但是, 至少生理上的問題, 它就可以將情緒生理這個死結, 把它回轉, 人舒服些, 手腳暖些, 教育可能睡好些, 慢慢慢慢改善到, 你問題很短, 不過答案很長, 可能會有事, 下次有問題, 沒有提問, 其他問題上, 請教主, 請教主, 好像最近, 轉天氣, 我發現, 反應, 很容易, 很敏感, 幾次細節, 都說, 塗了一些類似成藥膏, 塗了會冒險些少, 但是, 一塗就會慢慢, 接著, 最近開始, 中醫前女, 但是, 都是那一句, 開始平常的時候, 它就會再慢慢, 其實, 在食物上, 會不會有甚麼可以幫助? 嗯, 好, 那你其實, 找萬邦, 我喜歡好一點, 好了, 萬邦, 我有很多喜歡的, 好了, 這個情況, 接近於有些像濕疹, 濕疹, 濕疹以前就說, 噢, 因為皮膚敏感, 對於塵埃, 塵埃滿, 或者, 其他的呼吸道敏感源, 接觸, 令到皮膚致敏, 而產生敏感反應, 又或者食物敏感源, 令到皮膚敏感, 產生反應, 但是, 現在的理論變了, 這一二十年, 好了, 這十零年, 一個新的理論, 正正符合你的情況, 這個理論就說, 原來濕疹是一個genetic factor, 有一個遺傳因素, 這個遺傳因子, 它對於一樣的變化, 對於一些東西的變化, 是很敏感的, 正如你剛才說, 天氣的變化, 當天氣的溫度改變, 或者濕度改變, 由乾變濕, 濕變乾, 由凍變冷, 冷冷變動, 立即便會影響這個因子, 它的狀態, 因子令它表達它的影響力, 它的影響是甚麼呢, 它會刺激我們一些臨巴細胞的增生, 新的淨巴細胞, 產生很多叫做細胞因子, 英名叫Cytocytes, 由1,2,3,3,5,7,8,9,10, 很多很多, 其中Cytocytes 21, 第21號那隻, 那些細胞因子, 當它一分泌出來的時候, 它就突然間, 就產生一個效應, 刺激皮膚裂開, 原本人的皮膚就是防水的, 即是我們正常人的皮膚, 你滴滴水下去, 進不到真皮那裏, 它沒有缺頭的, 但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當細胞Cytocytes 21走出來的時候, 令它裂開, 令到一件事出現, 這個就叫做Skin Barrier Defect, 英文叫Skin Barrier Defect, 即是皮膚屏障血栓, 正常的皮膚屏障, 跌外跌了, 喘了, 喘了, 喘了是怎樣? 喘了是中門大開, 塵埃塵埃, 每甚麼都可以直接接觸到你的神經, 那馬上就自己發現, 紅了, 癢了, 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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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整天劈劈劈劈劈,劈劈何時 你現在這麼年輕,25歲,70歲,70歲,80歲 很小,兒子更慘,幾個月就濕疹了 中醫在這方面有獨特的地方,中醫都不知為何 什麼鬼皮膚屏障缺損,什麼浪淘 中醫完全沒有這些知識 但是自古以來中醫就知道肺合皮膜 我們要皮膚毛,由肺去管理,去主導 或者如果你有風,你有濕,這些東西都會導致你的皮膚出現問題 根據中醫所謂辨證文字,你有風,我就用拘風的東西 你有濕,我就用濕的東西 你如果叫血虛風醋,因為這些慢性久了 我就補血用醋 這些可以的 食物方面,喜歡要介口 有幾樣叫皮膚範圍 哪幾樣呢?四隻腳就是牛羊 兩隻腳就是鵝鴨 海產就是蝦蟹舞鱗魚 植物就是竹筍 牛羊鵝鴨蝦蟹舞鱗魚竹筍 記住這幾樣東西 這些叫皮膚範圍 是從中醫角度的理解 鵝鴨魚是哪些呢? 鮮、鰻魚、大油炊那些 白飯魚仔、小小條泥蟹 那些三文魚也不算 這個很像,你剛才說天氣一片 你就出現了 這個是肌膚範圍的效果 我小時候吃飯都沒有 主持師,我想請教 我們現在的人都經常低頭看 看手機、用電話 都用得很多 我相信 另外就是可能對眼不太好 加上天氣乾燥、秋風氣 就會很刺激、很敏夠 覺得很癢 越癢就會越濁 我想請教一下 是否用菊花杞子、龍眼肉 用水喝是對眼睛會好一點 是的 菊花杞子當然,菊花清乾燥目 菊子養乾燥目 這個對眼睛的疲勞 是有幫助的 但是你搓很容易產生炎症 其實有一個方法是相當好的 有一個東西叫野菊花 野菊花就是菊花的一種 但是很細細粒 綠色的 很苦的 不能喝 我們很多時候 擦眼 我時也會出現 出現一些眼部的嚴症 輕微的嚴症 你不理它 可能嚴重點 有眼膠 油膠、油性、眼紅紅、痕痕 如果在很早期的時候 你用野菊花 通常拿一堆的野菊花 放進杯裡 加些滾水 焗它兩三分鐘 蓋著蓋子 然後拿開蓋子 然後把眼睛放進去 把眼睛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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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作用 第一 那些熱蒸氣 那些熱蒸氣就會擴張眼部的微循環 加速帶走一些發炎的物質 這是第一 第二 那些野菊花本身有一些揮發成分 那些揮發油 那些成分混和 在那些蒸氣裡面 就會直接有些殺 它殺不到菌 但是它殺到virus 如果你是因為virus引起的 它就可以幫你舒緩作用 浸完它冷了 你就焗它 再弄一次 那些野菊花 也可以當它暖的時候 四十多度的時候 拿一條乾淨的毛巾 手巾包著它 好似拿雞蛋六眼 很有用 我整天都做的 綠色是很小的 很便宜的 就不是胎菊 它是野菊 野菊那個燒熱力是最強的 你說沒有 在家裡拿些韓菊都行 拿些韓菊都行 你說 韓菊幾指 龍眼肉沖水 那些只是 滋養它的 就燒不到鹽 韓菊很輕微 滅滅腳走都可以 反而這樣焗它 用了些觸碎 謝謝崔博士 請問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今天大家應該手上 都有一張很精美的湯水卡 其實都是字六字崔博士這一本的 新書會保養的人最長命的 今天買書都會有九折的優惠 大家買完書可以請崔博士簽名 時間差不多 今天非常之多謝崔博士精彩的分享 謝謝超級多謝崇卓士 謝謝 謝謝